大家好,今次就介紹一架Tiny Mane 111號 龍韻E500Philip 車子在這裡 這輛車 路線就是S64 去東沖的逆東 逆東是逆東 去東沖的 車牌是VB4686 這輛車的俗稱就是 扶斗電梯 嗯 很漂亮,很帥 是龍韻裡面最新的 最新的車 暫時 因為V6B還沒有投入服務 龍韻V6B 所以暫時最新 這輛車一定很少 那為甚麼它叫 扶著電梯呢 拿回舊屎的那些 來做理究 看見是很不同的 和舊屎的那些車 這輛叫 這輛是 新時代 可以這樣說 新時代巴士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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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裡面的內籠 無論裡面的內籠 車的設計 車身的設計 甚至乎車尾 車頭 車頂也不同 車頭 車尾 就 沒有分別的 除了扶手之外 這輛 你留意橙色邊 由上層 下到下層 扶手電梯的設計 超美 然後 包啊 包包到尾 包到車尾 然後 繞個圈 回到上面 超帥 不是開玩笑 黑色呢 這輛車就 佔很少部分 舊陣的 那些 黑色都少了 不過由 舊陣的黑色 這個位 這些 分散了 黑色 變成 上層 車尾上層 的黑色 由原本的白色變黑色 上層 車尾 下層 由黑色變橙色 看 這輛車 就清大塊 抹 是很像的 一個新的 時代的巴士 豪華版 可以這樣 這輛 就是 這輛 人家說 都豪華 這輛更豪華 你看 這輛更豪華 那輛裡面的內籠 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燈的 即是 農運 即是 普通的這些車 新農運巴士 那 就用 白色 加 黑色 白色燈 白色燈 黑色和白色那些 那這輛 更豪華 用的是全黑色 雖然還沒搭 好少機會搭 真的 全都不知道有多少架 而且這輛是2018 即是2018 還是2017年的服務 這輛車 我不知道 同樣都印了 最下輛 這個位置 看車尾是完全不分 分不到兩間 只看車尾是分不到兩間 哪一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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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 好大的不同 車頂 就由原本的白色 白色佔大多數 到現在都佔大多數 不過 是橙 橙色 即是旁邊的顏色 包著就是 黑色 橙色 那些 包著 車邊 車頂的邊位 至於 變上更加漂亮更加 吸引難求 剛才這個Logo 由這個 由這個什麼 第二架槍開始 變成 移前了 移前了 移前了到車頭的位置 嗯 這邊也是 第一次出S的路線 S64 那我這次這架 PARTYMAN 111號 的龍運 E-58 PHILIP 的巴士就介紹到這裡 下集見 拜拜